零射郑家扎四皇,中国U19国卿领导义阿联酋曼谷四国赛早开门黑北京时间9月5日,在曼谷四国赛的比赛中,中国U19国卿对垒阿联酋U19国卿,中国国卿最终领导义告负,四次射门无疑命中目标,还吃到了四张黄牌,9月8日迎战第二个对手约旦U19国卿,为了备战10月份的亚青赛, 中国U19国卿在主帅程耀东,的带领下前往曼谷参加本次四国赛,本次集训,程耀东一共招入了26名球员,其中9名球员来自申花,和阿联酋的比赛,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没有太多的变化,但号码都是混穿,中锋郭田宇穿上了5号球衣,而边峰陶强龙则身批4号球衣,9号球衣则归属中场球员陈奥, 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亚青赛的对手斯坦军情,上半场比赛,虽然中国队占据了场上优势,但三次射门都未能命中目标,第77分钟,萨利赫后点头球攻门得手,帮助阿联酋打破僵局,1比0,随后的比赛,中国队未能单平比分,最终首战0比1告负, 9月8日,中国队将迎战这一次,四国赛的第二个对手约丹U19,9月11日与东道主泰国U19过招,中国队首发阵容, 23彭彭,25温姬八二,王献军,6朱晨杰,21孙信涵,9陈奥,24徐磊,13六伯伯,18徐浩阳,4桃抢龙,5郭田宇。